大家好 上次呢跟大家分享过这个金钱树黄叶呢 我们可以用绿叶宝喷一喷可以让它的叶片呢由黄转绿 那么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金钱树啊 它黄叶之后呢 我们另外的一种处理办法 大家看我这个金钱树它黄叶的话呢 是底部这个比较弱的这个净杆黄叶 那么我们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因为这个弱的枝条的话呢 它本身是很难长壮的 而且它叶片已经发黄 我们除了用绿叶宝喷洒让它转绿之外呢 其实我们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把它直接剪掉 因为呢 这种枝条它也是长不大的 而且还会白白的消耗养分 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剪掉 那么怎么剪呢 我们直接从底部这个部位啊 给它一刀剪掉就可以了 剪掉之后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不能够让伤口碰水 一定要保护这个伤口 要不然的话会导致这个病菌侵入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给它用上一点这个预合剂 这种伤口预合剂的话呢 它可以在伤口上形成一个保护膜 避免这个伤口啊 出现这个感染 使用的时候啊 直接这样子轻轻的涂上一层就可以了 只要我们浇水的时候啊 不要把水 或者是不要让它淋到雨 那么这个伤口的话呢 就能够预合的非常的好 当然这种方法就比较适合像这种弱枝黄叶的一个处理 如果是只是啊 上面有一点点叶片呢 发黄 那么我们就可以喷洒这个绿叶宝 好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次见